历位纪第八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把亚伦和他的儿子 连同圣衣、膏油、赎醉纪的一头公牛 两只公民羊、一篮无笑柄都带来 又要召集全体会众到会幕门口那里 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命令他的去行 会众就聚集到会幕门口那里 摩西对会众说 这是耶和华吩咐我做的事 摩西领亚伦和他的儿子来 用水给他们洗身 然后给亚伦穿上内袍 竖上腰带 穿上外袍 又加上乙伏德 用巧公织成的乙伏德袋子竖上 把乙伏德系在他身上 又给他配上胸牌 把乌龄和土明放在胸牌里面 把礼罐戴在他头上 在礼罐前面 安上金牌 就是圣罐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摩西取高油 抹了帐木和其中所有的东西 使他们分别为胜 有七次弹高油在祭坛上 高抹祭坛和祭坛的一切器皿 以及洗灼盆和盆座 使他们分别为胜 然后把高油倒在亚伦的头上 高利他 使他分别为胜 摩西把亚伦的儿子带来 给他们穿上内袍 竖上腰带 包上裹头巾 都是照着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 他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 亚伦和他的儿子 按手在赎罪祭的公牛的头上 摩西就宰杀公牛 取了血 用指头抹祭坛四角的周围 洁净祭坛 其余的血倒在祭坛角那里 使祭坛成圣 为坛赎罪 摩西取出内脏上所有的脂肪 肾旁的干液 两个肾和肾上的脂肪 焚烧在祭坛上 至于那公牛 他的皮、肉和粪 都要在营外用火烧掉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摩西把凡祭的公牛牵来 亚伦和他的儿子 按手在公牛牵的头上 摩西就宰杀公牛牵 把血泼在祭坛的四周 摩西把公牛牵切成筷子以后 就把头、肉块和脂肪都焚烧了 又用水洗净了内脏和腿之后 摩西就把整个公棉羊焚烧在祭坛上 这是凡祭 是献给耶和华新香的伙计 都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他又把第二只公棉羊牵来 就是承受圣旨所献的公棉羊 亚伦和他的儿子 按手在公棉羊的头上 摩西宰杀了羊 取了一些羊血 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 又把亚伦的儿子带来 摩西也把血 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 其余的血则泼在祭坛的四周 然后他取出脂肪、肥尾巴 内脏上所有的脂肪 肾旁的肝液、两个肾 肾上的脂肪和右后腿 又从在耶和华面前的 无效饼篮子里 取出一个无效饼 一个油饼和一个薄饼 都放在脂肪和右后腿上 他把这一切都放在亚伦手上 和他儿子手上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作为摇祭 然后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接过来 焚烧在祭坛的樊祭上 这些是承受圣殖祭 是献给耶和华新香的火祭 摩西取了祭生的胸 在耶和华面前把它摇一摇 做摇祭 这是承受圣殖祭的公民羊中 归给摩西的份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摩西拿了一些膏油和祭坛上的血 痰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 以及他儿子和他们的衣服上 这样就使亚伦和他的衣服 他的儿子和他们的衣服 都分别为圣 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说 你们要在会幕门口煮忌肉 也在那里吃忌肉 和承受圣殖祭篮子里的饼 照着我的吩咐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吃这些 剩下来的肉和饼 你们要用火烧掉 七天之内 你们不可出会幕的门口 直到你们承受圣殖里的日子满了 因为主要用这七天 使你们承受圣殖 今天所行的 是照耶和华的吩咐而行 为你们赎罪 七天之内 你们昼夜都住在会幕门口 遵守耶和华的吩咐 免得你们死亡 因为耶和华是这样吩咐我 于是亚伦和他的儿子 行了耶和华 借着摩西吩咐的一切事 哦 再次